哈喽大家好 我们是蛋 我是GNZ48 Team Z的珍丹妮 我是来自GNZ48 Team Z的珍丹 每一个 每一个 因为就是确实尝试了很多不同风格类型的舞台 所以说我觉得对于未来的话只有满满的期待 可以去尝试不同的风格的和类型的舞台 就多多尝试嘛 就是我们两个 对 我的话就觉得 因为我们有的时候时间比较紧急 就是可能没有那么充裕的时间去准备舞台 多数的时候可能就是考验默契度的时候吧 所以 感觉每个舞台都好像有不同程度的一些小默契 对 玩的就是心跳 嗯 就是那就分享最接近的吧 就是因为我们今天去逛了一个漫展 咱就说一整个今天委托人 对 对 因为我今天就是睡得很晚起床我不想cost 然后呢就没有出cost 然后她呢非常有精力就是开始就是打扮了一番 结果倒腾到了最后出了一个自射 然后就去漫展因为也有一些被搭讪的心理 然后就是一个委托人和被委托人的一个对 对 然后我就变成了一个就是委托人 然后她就变成了一个我的专属模特 最喜欢对方做一件事 我有花钱 我也是 我希望她买房给我的钱 给我花钱 给我一个房吧 嗯 给我房车 给我房吧 房 哎 车 我觉得郑州耶 我觉得都挺深刻的 因为可以去到不同的地方 与很多不同的大家见面 因为爱我们的粉丝 就是有的时候她不能马上来到中泰吗 对 跟我们就是来一个这样的一个大亲密 互动 我为什么是郑州印象比较深刻 因为带震 就是终于有机会可以给我一点时间去逛街 因为太忙了 穿鱼巡演是我的噩梦 就我感觉就是一直没有喘息的时候吧 所以那个时候感觉我已经计划好怎么跟柯柯去玩 然后去吃东西 拍照的咸鱼还可以去逛逛街什么的 结果发现一点时间都没有 然后深刻的话就是郑州的时候 然后我去我们当时吃东西 然后就刚好旁边乡饭有卖那个玉髓 然后呢我就看到了一个维C颜色的玉髓 那个玉髓的那个戒指 然后就给柯柯买了 然后一直戴 但我那个在穿鱼巡演表演的过程中 就是没掉了一个 然后就把它放在家里面消瓷了 但是我觉得巡演对我来说深刻的话 我就一去到不同城市 就会有不同的体验嘛 对确实 然后就会一起去逛街 一起去探索当地的一些人文风情 对 就觉得还蛮有意思的 还是蛮期待下一次巡演还能够到 期待到新的城市 对 但是我还是蛮期待穿越地区 因为很好吃 我都期待 想去好好玩 嗯 一时半会一定要想起来很难 说实话 但是我觉得无时无刻我们已经成为了一种习惯 所以可能在外人看来 我们很习以为常一件事情 就是很暖心的事情 就是说只要互相陪伴 陪伴在彼此身边 就是晚上睡觉的时候 我可能睡着了之后 他会帮我卸妆 嗯 要讲重点 卸妆其实很简单 重点是洗面奶 洗面奶洗脸之后给我护肤 洗面奶我还要跑三四趟厕所 就是要给你的泡泡清洁干净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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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觉得他对我做了一件很暖心的事情 就是 呃 我想一想看 就是 刀就立在这儿 暖心的事情 因为太多了 所以你要一瞬间要想起来 太多了 就是充斥在生活里的每一分每一秒 你想想想看 我知道 我就 是吗 我就比方说有的时候 嗯 我们看中了一个什么东西 然后可能会考虑 嗯 超了自己的预算啊 或者是说 综合考量 它实用性不算特别高 但很喜欢 然后过几天 它可能就会出现在我面前 这样子 就很暖心 嗯 就会注意到一些细节 然后就是在生活中 就已经开始寻找我 会喜欢什么东西 然后在特定的时候 会出现在我面前这样 那这也是我们俩的习惯了 拜拜 我觉得 一床被子 我已经 我们已经很多被子了好吗 都是 都是奶奶送的被子 我想想看 他最想送对方的礼物 说实话 因为我们要过的 那送你一个杯子 好吧 我说 我送 就是 重新来给我想想看 最想送对方的礼物啊 就是我觉得 好吧实际一点 有空套房 好好好 有机会的话 下次一定 好的 就是那个 我们因为生日 我们也在 就是待在一块儿 已经差不多七年了 然后呢 十八年了 七八九十年 十八年了吧 大概 然后呢 就是该过的生日 该过的节日 该过日常该送的 我们都送了 所以一到生日的时候 就脑破脑袋不知道该准备什么 是的 对 因为活的也送了 然后就夸夸啊 反正就是 我觉得有新的话就好 对 然后什么都送了 就感觉 在想这件事情的时候 脑瓜 但是总能在这个过程中 又发现一些 对方新喜欢的东西 对 那都写信的悄悄话的 怎么能让大家知道呢 不能播的 对 嗯 你也有 你少来我跟你讲 我没有啊天啊 只知道不知道而已 猫 我喜欢猫 我都 其实我也喜欢狗狗 但是 你今天看梗呢 你都不开步 你还好意思说北哥马上出去 因为我有白月光我的狗狗 所以就是 很难 那就兜 兜吧 一起去旅行吧 到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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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晚了